字幕製作人 ini 字幕製作人 歡迎來自 لوCamp 我是雞尾巴 歡迎來到 游路Camp 耶 現在是5月12號的晚上9點鐘 那我們今天要來干什麼呢 我剛剛去我們家附近 一個大創 買了一個 魚王 那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富山每一年都有一個季節 它就是在這個季節會開始殘暖 會生很多小寶寶 剛好今天就是他們的殘暖的最高峰 所以說我們在海邊 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伊咖 圖片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是不是很恐怖啊 這麼多伊咖 那它一年就是這個季節才有 去年我那個時候錯過 今年我一定要來抓抓看 它之所以叫做Hotaruika 就是因為它的觸角會發藍色的光 所以你看過去是非常美的 那這一隻呢你在超市買 一隻也要50塊日幣 準備要去抓一大堆Hotaruika 回家來煮吧 好那我們就帶著大家去抓抓看 Let's go 各位我們到海邊了 哎呀掉了 我的水桶掉了 那我們就在這邊紮營 把我的水桶放後面 然後他們是趨光性的 所以我就在這邊拿著這個燈啊 照這個海邊 好多人在抓喔 可是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啊 好像還沒有很多 這是我剛剛抓到的螃蟹 來炫耀一下有沒有 那我今天穿錯衣服了 大家都穿得很厚 就只有一個人穿短褲短袖 就晚上海風超冷 剛剛繞了海岸一圈 好像還沒有出現Hotaruika的棕影 那這邊大家都會來繼續找 那現在才10點多 那他們高峰的時間 大概是晚上半夜的時候 可能現在時間還沒到吧 你看超多人的有沒有 這邊也有人 好多人喔 目前完全沒有看到Hotaruika的棕影 只有一隻小螃蟹 什麼都沒有啊 他們走得好裡面喔 太深了吧 還是這麼深才有 近海這邊沒有嗎 欸 我好像有看到藍色的喔 欸不見啦 還是我手電筒反光 哇 竟然有人在海邊露營 這好像不錯耶 現抓現吃 好棒喔 兩個人在這邊露營耶 他們已經在吃了 轉眼間回到了車上 我們剛剛在海邊抓到一隻螃蟹 但是我沒有露到 太可惜了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來得太早了 現在現場Hotaruika還沒有很多 所以呢 我就想說那我們就先來車上休息一下好了 再等晚一點 大概是十一二點的時候 Hotaruika才會越來越多 那這段時間 我肚子也剛好餓了 就在車上煮個泡麵吧 什麼 吃螃蟹 螃蟹等一下再吃啦 他還要吐沙咧 剛好有懶懶從台灣寄過來的泡麵叫做 海酒的三杯雞 好我們就吃個泡麵先暖暖身子 好開吃 那我還是要強調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通風 因為網路上網友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朋友把窗戶打開了 有注意到通風 然後底下呢也鋪了防火墊 煮泡麵的話就很簡單 不用到很多器具 小小便當盒 泡麵 防火石 兩個鐵鏟 固體燃料 葛豆菇 酒精燈座 先把它組裝好 這樣才不會手忙腳亂的啦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因為 鑒於上次的經驗啊 我們的水啊 就不要帶太多 你看這個 我在大創買的 我記得這一個300塊日幣 我來教大家 在車上要怎麼煮乾麵 在車上吃泡麵呢 最最最最最麻煩的一件事情 就是 你煮泡麵的水 你要倒掉嘛 可是你沒地方倒啊 所以 煮泡麵的水 你要控制得很精準 在這邊教大家 只要加微量的水 中途不夠的話 你再持續的加水進去 料理包 調味粉包 醬包 裡面就剩下麵而已 好 那接下來就是神聖的生活時間啊 要小心喔 真的要注意安全喔 OK 一次就中了有沒有 這就是專業 水的話不要倒太多 你看我倒那麼一點點 煮到它滾 來 我來幫大家換個視角 建於我之前看到影片啊 我就覺得我們的視角應該可以多元化一點 那我們就耐心的等 等到它水煮開 大家看一下 它水開始有點開 就是開始滾了 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把你的麵放下去了 好 下面 這樣子慢慢煮 用很少的水去煮它 然後適時的給它翻面 翻面去煮背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水越來越少耶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再加水進去 不要加太多 適量就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 重複鋼材的動作 然後就這樣一直煮 煮到它的水全部乾 麵也都軟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起鍋了 其實在野外露營的時候啊 我也不希望大家把那個泡麵水啊 隨地的往那些草叢或地上這樣子倒啊 那個不算是大自然的東西 你就不應該把它丟在大自然 不管是車中露營 或者是一般的露營 你們在煮泡麵的時候 盡量都用我這個方法煮 泡麵的湯啊也是一種污染 那我們的泡麵就煮得差不多啦 那我們就起鍋吧 這就給它蓋著 這樣火就熄了 超方便 不需要倒水 泡麵就煮好了 接下來就是倒粉包啦 醬包全部加上去 再好好地給它攪拌一下 不然我下次再拍一個湯麵特輯好了 湯麵也有湯麵的做法 一起攪拌 哇好香喔 因為這是新的泡麵 蘭蘭剛寄來的時候 好像半年前吧 半年前我吃過一次 我覺得好香喔 非常完美 那我就開吃啦 不愧是台灣泡麵 真的好吃 欸我跟你們講過 泡麵的排名吧 其實我最喜歡吃的 當然還是台灣的泡麵 那第二名呢 就是韓國的泡麵 那個印尼泡麵 然後泰國的也蠻不錯的 完食 耶 好啦那接下來就趕快收一收 我們趕快去抓 Hotarika Let's go 哇你看他們 都走到防波堤那裡啦 下半身都在海裡面 喔 到底有沒有呢 這海水好冰喔 我快收不了了 至少要讓我抓個兩三隻 再回家嘛 大家都走好裡面喔 我沒有辦法啊 我只能在這種潛水灘 你看我的腳 光是這樣子 遊戲魚鞋都快進水了 今天晚餐應該不會只有螃蟹吧 趕快出來啊 好像真的要走到很裡面 才能夠抓得到耶 我在岸邊一直在等 看他們有沒有肉網之小九 能夠被衝到岸旁邊 讓我可以抓 可是我在那邊等好久都沒有 如果從那邊走回去 我都沒有抓到的話 我就回家 好冷喔 我真的穿錯衣服了 我沒有辦法再待下去了 吹海風吹到快兩個小時了 唉 原本想拍給大家看的說 古月算是他們產卵季節的尾巴了 因為我看到四月的影片 是真的還蠻多的 唉 真可惜啊 那就只能回家了 我看他們網子裡面也什麼都沒有 真的沒有 我要走了喔 這支影片變成吃泡麵影片 他們有抓到 他們有抓到一隻耶 真好 他們有抓到一隻耶 可是就是一隻啊 真的有嗎 啊 無理無理不行啦 拿回去啦 回到車上啦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的戰績 今天一隻小卷都沒有抓到喔 只有抓到貝克 看到嗎 竟然把海水灑出來了 好沒關係 反正螃蟹你們看不到就算了 叮叮叮 雖然我們沒有抓到小卷 但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我們在海邊的時候啊 那邊真的超多人在那邊抓的耶 然後那些人啊 我們遇到的時候都會互相問說 有沒有抓到有沒有抓到 好可愛 遇到第一句話就問我們說有沒有抓到 然後不然就是看別人那個桶子裡面 大家都互相看水桶 這樣看 看水桶 然後我的水桶裡面就是這裡的螃蟹 然後他們就說我的螃蟹算大隻了 然後他們就說我的螃蟹算大隻了 大堆一咖的產季啊 它是從3月到5月 那5月有點算蠻後面的 算尾聲了啦 這次沒抓到可能就要等明年了 有機會的話 明年一定會再來富山 抓好大堆一咖 抓著滿滿的水桶 然後回家吃 那我今天穿短袖短褲 真的是穿錯衣服 今天就放棄吧 那現在也很晚了 然後外面的天氣也超冷 那我現在準備就要回家了 那就Let's go吧 回家囉 終於到家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的戰利品 登登 已經把它煮熟了 有蟹膏的螃蟹 看到這邊突然有好多蟹膏冒出來 雖然沒有小卷大餐 不過有一隻水煮螃蟹應該也不錯啦 很遺憾的 我們沒有拍到捕捉小卷的畫面 給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是跟大家約定好 明年4月的時候 再帶大家去抓 一整桶的小卷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喜歡遊牧Camp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跟著我們一起去冒險 那就這樣囉 掰掰 嗨 耶 那大家看到我身後的行李 就知道說喔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呢 當然是車中錄影啦 耶 那我們這次的企劃就是 流浪到福岡 過門 我們下方的小卷 我們下方的小卷 感谢观看